投資新世代 Iris 我想問問A股的走勢 今年A股表現不算太厲害 你預計今年A股的走勢會怎樣 還有在兩會之後有沒有什麼板塊 特別值得投資者留意 有的 其實在兩會裡面都說到 今年的消費是一個挑戰 所以消費類我覺得大家要選 不要是消費類都放進去 從前幾年不一樣 反而今年會是基建類 就會成為最大的經濟增長支持 基建類都分很多樣的 主要今年就集中於新基建 新基建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都提到一些 譬如希望所有廠房都有5G的覆蓋 然後就會是數據化 你看到這些都是一些關於科技類的基建 的鋪排 所以其實就要看你有沒有選到一些 就是這一類的科技類的基建 不是科技的 科技類的基建 看看你能不能選到這些 其實都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很注重這個科技類的基建 投資的話 基本上這個行業會比較蓬佩一些 另外有兩個板塊兩個行業 都想請教你 一個就是新能源汽車 但是隨著現在越來越多些 新的競爭者加入市場 再加上有決心 零部件短缺 漲價 新能源汽車那個光環 是不是已經失色了呢 第二就是可載新能源的板塊 因為看到雙碳 就似乎描迫出來的前景 還是良好的 但是最近我們看到 新能源股 綠電股 就橫行 它又沒有什麼跌 接著大市跌 抗跌能力也算是不錯 你怎麼看這兩個板塊呢 其實新能源汽車 我相信接下來 都會繼續有那個需求 即使我們那個公益 或者市場的競爭會大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想想 每個公司 其實在國內 都已經有一個減碳的一個目標了 那他們最能夠做到的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車隊 即使每間公司 它幾大幾小都好 它都會有輛車的 這些就是國內那個文化 那這些車就是被同事出入的時候 然後用來見客那些 或者老闆有輛車 其實如果你說 他們第一時間想到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換了這輛車 做一輛新能源車 那它先達標了一點點 至少在減排那裏 所以這個都應該是繼續會有利的 另外就是你提到那個綠色能源 綠色能源 我認為今年有些不同 我會覺得 有些 在電的方面 有些沖炭風的風味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沖炭風 沖炭風就是 你未到2030年 但是我今年 今年那個碳排 我先沖上去 第二年才算 有少少這樣的味道 因為今年可能就是那個 能源比較緊張 但是又關於烏克蘭的局勢 其實國內可能會用一個折扣架 在俄羅斯道可以輸入多些天然氣 天然氣都是比較乾淨的 如果你比起煤炭來說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在裏面 如果這樣的話 對於那個綠電 其實就不是說很有利